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制作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呢 我们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导航部分 顶部的这个导航部分给制作好了 那么主要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浮动和这个背景主要定位等等的相关知识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就来制作这个左侧的这个导航部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用到哪些知识点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用到定位 因为是位于这个左侧部分是位于这个整个页面的左边 那么我们要通过定位来制作出这样的效果 并且呢 我们还要用到一些列表 那么在前几节课程里呢 我们用到了这个 Ul和立标签的无序列表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新的列表 列表标签就是我们的DL DT和DD标签 那么这个DL 它也是这个列表的一种 那么 同时呢 我们依然会用到背景头上定位 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左侧的导航 的一些相关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 一步一步来制作 首先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工具 然后呢 我们接着在这里呢 来写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DAV 像class呢 设置为我们的这个 Left menu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再定义一个DAV 将Tataclass叫做为 Left menu-0 然后在里面 我们来写我们的这个列表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菜单的具体内容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 DL 那么它自动把我们生成了这样的一个 列表结构 那么在dt里面我们就要 放这个 列表的一个 标题 那么就是这里 栏目管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写上 栏目管理 DT 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整个的一块菜单的它的一个标题 那么dd呢就是我们的具体的列表项 由于呢 它这里呢有多个列表项 像这里呢会有多个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给它再嵌套一个无需列表 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呢 咱们来 展示这个列表项 比如这里的栏目管理 同意呢 同意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 第2个 这个具体的这个列表项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内容管理和它的下面的一些 具体的列表 这样的代码结构呢 就是我们 这样来布局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结构 在这里呢我们用了列表列表里面有列表的标题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里面会有多个这样的标题 这样的列表 一个大的列表里面 分为几块列表 并且呢每块列表有个标题 那么我们就采用这样的结构 就给我们的整个 菜单的感觉是比较清晰 那么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 列表的结构呢 给写好了 那么呢我们可以呢给它 复制过来 复制到我们的工具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代码给删除掉 那么这个结构呢 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需要的结构 那么在这里 写了一个 这样的一句代码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链接 我们 暂时呢不需要链接到任何的内容 我们给它执行一个 空的javascript的操作 这样写的目的呢是因为我们在后面方 方便我们给它绑定相关的事件操作 大家可能在网上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 写法 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 就方便我们给它绑定事件 做相应的处理 因为呢我们这里呢 不需要给它 这个链接到具体的 像一篇文章啊什么的 那么这里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结构呢 就是咱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来 写它的样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预览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那么呢它现在是这样的效果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添加样式 所以说它默认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 书写 给它添加上相关的样式 这里呢我们 一人呢首先将 这个注释给写好 这样大家已经要凉成一个好的习惯 左侧导航开始 下面呢是 结束 好首先是咱们的这个 这里呢我们要用到定位 首先我们将 给它写上 让它 用绝对定位 并且呢 给它的top呢 设置为一个 60 70 像素的值 左侧呢写为 0 让它的 层叠顺序这里的zindex就是层叠顺序 比如我们可以给它写成99 这个层叠顺序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定位的一些 内容在整个网页上 它的显示的层级 我们的网页如果是通过像定位这样来 写的话它会分为很多层 那么这个zindex的值 它越大 那么代表它这块内容呢 是位于 月顶层 这个是和咱们的这个photoshop里面的这个 图层呢概念是一样的哪个图层在物鱼上面 那么它就会 显示那么下面呢 下面的部分呢它就会被上面的部分 部分呢给 遮挡 那么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这里为什么是70呢 因为呢我们这里呢 它的顶部是有一个高度的 我们给它一个70那么我们本身导航条的高度呢是63像素 给它一个70呢是因为 我们要 在这里呢给它来进行显示并且让它的上面有 有一定的间隙 所以说我们这里给它70 然后 因为它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 这里呢是通过背景图片来实现的 因为它有这个颜色并且它有这个边框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可以给它来一个 背景 将它的背景图 片呢设置为 这个 这个left 刚bg这样的一个图像背景 让它呢 向外组平铺 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啊 需要向外组进行平铺 然后它 x组呢咱们就不需要 因为呢我们在这里呢要给它 设置为设置一个宽度 为187个像素 同时呢我们将这里 它的 overflow 然后 x呢 是所谓黑的 让它在水平方向上超出的部分进行隐藏 同时呢将它的 在外组方向 如果超出了 我们就让它以滚头条的方式来进行显示 因为 可能有些小的屏幕的话 它展示不了这么多内容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外组方向来给它显示这样的一个档案条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档案条 这个档案条 然后呢是咱们的这个 Left menu 下面的 DL下面的 DT 将它的 宽度呢设置为 187像素 高度呢设为 26像素 航高 也设置为26像素 并且呢将它的 Text Intent 这个代表的是 文字的缩进 设置20像素 然后将它的 然后将它的 字体呢 Font Weight 设置为 加粗 颜色呢 颜色呢 设置为白色 并且它有一个背景颜色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颜色是什么 它是这个值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上 好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注意 这里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它里面的这个列表像 列表内容的话 它整个高度是这么高 而我们想要的效果呢是它这个导航呢是整个的这个左侧部分呢 都会有它的这个相关的那些背景呢这样的一些效果 所以呢要实现我们 左侧整个的一个 它到底部 这个流量器底部 都要有这个背景 点下过内容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 它的这里 bottle 也为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呢 它在这个左侧部分 整个的部分的高度呢就会是这样子的因为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分泌力如何 它不管是大的好也小也好那么我们来 看一下比如说它这样高 所以说它这个左侧部分始终是 从这个位置到我们的这个底部呢都会有相应的效果 那么这里呢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个bottle 好我们呢在这里呢给它 的字体 大小呢设为14像素 所以哦 在这里呢它的右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图标 这个图标是展示我们 展开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图标 到后面我们会做效果 它会收缩上来 那么这个呢我们暂时给它先加上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 也要是我们的 Image下的 这个 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 就是将它 这是我们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平铺设置为不平铺这样的话 那么它就只显示一个 那么这个图片它的原理呢是跟我们上几节课程讲的一样 也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背景图像定位来实现的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写下面的样式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滴滴下的ul下的例标签 那么这里呢就不要滴滴了 我们将它的宽度呢 设置为比187要小一点 我们设置为170像素 并且呢让它向右浮动 然后呢我们将它的高度也设置为26像素 同时呢将它的这个 缩净文字的缩净 设置为10像素 然后是我们下面的它下面的一标签 将它的这个 这个将它的这个 字体颜色呢 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什么颜色 默认的颜色是333那么我们这里呢 暂时就并管它 然后 我们可以这样 将它下面的 612标签给它设置一个 编矩让它上下呢为5个像素 左域呢为0 好我们来 预览一下 好那么它现在呢是这样的效果 在这里呢还是需要 给它添加上我们的这个颜色 conor 333 好 所以当我们鼠标移上去的时候 它这个 内标签是有样式的 你看到没有它会有一个边框 这个并且它的这个颜色呢会 也会更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它 添加上它的hover属性 hover属性 那它的conor呢 设置为咱们的这个这个纸吧 这个蓝色的纸 并且呢 border top 说什么 移向素的实现 就是颜色的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是这个值 它应该和这个 这个边框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给它添加上这个颜色 同时将它的左侧 以及下面 在这个 边框 也给它添加上 好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那么现在呢 它是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跟我们的效果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右边部分呢 移上去的时候 它右边部分是这个边框是 没有的 那么这个怎么来实现呢 首先我们要给这个A标签 让它 以会计元素显示 以会计元素来进行显示 好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好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它就是 会把这个 整块的这个宽度呢 当成是 一个A标签 因为它把里面的内容给撑开了 同时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 右边的边框去掉 这个怎么去掉 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 吸取一下这个颜色的值 我们可以这样的实现 将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设置这个值 那我们现在来刷新呢 它现在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这种看不到了是吧 因为它 它加上边框以后 它的宽度会增加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这样 给它设置一个 宽度 那么这个宽度呢 设置为 169像素 高度呢 设置为 24像素 航高呢 设置为24像素 好 好 那么现在的效果呢 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么在这里呢 为什么要给它 定义 这样的一个宽度 是因为 A标签的负元素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力标签 它是 宽度是170个像素 在这里呢 我们给A标签 添加上这个 边框以后 那么的这个边框 一个边框会占一个像素 那么它 因为我们这里呢 它这个 如果是一个边框 它在一个像素 那么在 高度上和左右上 它会 同时会增加两个像素 所以我们在这里设为169 是给它 减掉了一个像素 这个 减掉的这一个像素 就是咱们的这个右边 部分的像素 减掉一个像素 以后 那么它的整个宽度呢 其实 其实是 也就是咱们的 170像素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169加上 1 一个边框 那么就是 107 并且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的这个 整个的 这个档号条 我这然后187 它的这个 在 x方向 给它 加上了一个隐藏 所以说它在这右边部分的影像素就不显示 看上去的 看上去的效果就是 好像是我们 把这个右边部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边框给去掉了 那么 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拟的效果 同时呢我们这里是 它的这个高度呢是为24 为什么我们要是为24 因为它的负元素 力表现是26 那么减去它的上下边框 各一个像素 那么它就是 它实际的高度应该是 24像素加上两个像素 也就是我们的26像素 那么所以说它这里的效果呢就是 这样的效果 那么和这里咱们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效果呢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这呢是一些小的技巧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技巧 但 实现这样的方式的方法 不止这一种 那么大家下去可以去研究一下 还有什么 比较好的方式 来可以来实验这样的效果 那么好 那么这节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把主车的导航部分呢 已经实现了 这样的效果 同时呢 今天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所以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个大的 导航菜单项呢 它有四项 并且呢每个大的 导航下面 它的左侧呢 会出现相应的一个左侧的导航 像这里 这样的效果 那么大家今天下去的作业呢就是 根据这样的效果 来写出右边的这样的一些 菜单列表像 那么写出来的效果呢是 它的原理实现方式呢是咱们的 跟在这课程的内容呢是一致的 那么 整个具体的列表像的话 大家 需要下去 来亲自动手去写 写一下 去如何实现了 那么在这课程呢 一些知识点呢 一些技巧呢需要大家去掌握 好那么这节课程呢就到这里 再见